主料,玉米面200克,培根80克,油菜叶米10克,主料,盐2克,洋葱5克,酵母粉4克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玉米面加入开水搅拌成干糊,烧热后加入酵母搅拌均匀,醒发30分钟,培根洋葱切碎,油菜叶切碎备用,煎锅,不用放油,倒入培根洋葱碎,小火烧熟的培根洋葱, 倒入干玉米糊里,再倒入切碎的菜叶,加盐搅拌均匀,手上沾水取一小块玉米糊,钻成小圆球,用手按点放入煎锅中小火煎至饼底结佳,倒入一点水,锅里发出痴痴的响声,盖上锅盖,两分钟再打开,反复一次,即可,烹烈技巧,黄面要用开水烫面,请发不需要全发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